你知道神奇魔术背后的奥秘吗 下面让小编带你们来揭秘 头部顶水果 让魔术师蒙上眼睛来劈 想必大家都知道这个魔术 一般魔术师都是将自己的眼睛蒙上几层纱布 然后再用黑色胶带缠上几圈 为了展示自己的眼睛蒙上的更为严实 最后再用金属脖纸套在头上 再找一个志愿者头部顶上一个水果 魔术师拿上自己的90厘米的大长刀 然后用自己超人的定位技术 瞬间砍向志愿者头上的水果 直接把水果劈成两半 志愿者毫发无损就算结束 你感觉这样是不是很难 来小编带你看其中的奥秘 第一部魔术师会将自己的眼睛用纱布蒙上 然后再用胶带缠上 其实胶带缠的是很松的 也就是当最后魔术师把脖纸带头上时 就会趁着这个时间把胶带拉到眼睛下面 至于金属脖上面 魔术师可以留上很多的小孔 以至于观众根本看不到 也可以使用单面的银窗膜 其实这个膜就像是一个反光太阳膜 外面的观众是看不到的 当然这次展示的魔术 试用的最初是向观众展示了两张单项胶片 看起来就更像是金属脖 当魔术师把胶片放在头上时 他已经把两张分开 这让魔术师能轻松地看到外面 在视野畅通无阻的情况下 魔术师就轻松地把头上的水果切开了 其实水果通常也是提前切好的 只需要魔术师轻松砍下 水果就很轻易地直接切成两半 下期给大家讲解吞咽气球是怎么完成的 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魔术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小编会一一揭秘其中的奥秘